港督傳奇這邊居民那麼多 還有我們美的世界這邊居民那麼多 人數那麼多 我們這邊都沒有一個斑馬線 可以過來對面 這樣子是不是很危險 最主要是這邊不要直 大家速度很快 然後從那邊上來 也是大家轉彎的時候 也是加速這樣子 會造成很多車禍 車來車往的教校街 周邊大型社區林立 包括港督傳奇 美的世界社區 居民就超過數百戶 但仔細一看 從社區出來 民眾要過馬路 只能夠隨意穿越 是不可能 往請民眾走了200公尺 到深美國小的那邊 再繞一圈按照交通法規這樣走 那我相信 大家也都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我們有一個合法的斑馬線 那民眾就會按照規矩上去走 那這樣子大家也都安全 開車的也安全 那開車到這邊 他一定知道一個斑馬線 那我們大家都會結束 那行人也不用這樣很慌張 那邊東剛西旺這樣走 這是我們社區道路嘛 那現在變成公用道路 那車子從那個 深美街過來 過了橋很直 速度都很快 都不減速的 雖然地上有畫什麼白線啊 寫一個慢都沒有用 車是很快 然後社區居民要過馬路 你看現在都是雙黃線啊 他沒有地方過啊 兩頭都沒有斑馬線 一定要到深美國橋 然後社區美的世界大門口才有斑馬線 那這裡又有一個公車站牌 公車站牌下車了又有人 要如何回去 一定要穿越馬路 那是不是產生非常危險了 那現在要推行友善城市 你為什麼會讓老百姓 闖這個馬路 為什麼不做一個斑馬線 讓兩邊的住戶 可以來有方便 原來這一條交交街 原本屬於社區道路 卻是當地唯一的連外道路 後來被市府徵收 道路寬敞又比直 現場設有限速20公里的告示牌 但居民進出路口都很害怕 我們美的世界跟港突傳奇這邊 這個我們這裡有好幾百戶 然後每次這些住戶要過馬路 都提心吊膽 因為這裡的車速真的非常快 那核素瓶服務處這邊 也辦了很多次會刊 那這一次終於就是有結果了 就是會在這個美的世界7的前面 我們會畫一個摸字形的一個行人穿越道 那也請我們駕駛朋友 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請小心慢行 那我們用路人要過馬路的時候 也要小心 看兩側有沒有來車再過馬路 那也就是我們現在 謝市長所推動的 友善行人的一個行車 行走的一個政策 經過市議員何淑萍爭取 邀請了交通處會刊 交通處同意畫設斑馬線 近期就會完工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